有些可疑人士我們要加強攀償 大平原警 鶴槍實彈 現是桃園機場捷運 在月台來回穿梭 氣氛更嫌緊張 全因為愚人節這天 總統府信箱收到恐嚇信 對方揚言中午十一點半 要在桃園機場捷運A1 台北車站引爆炸彈 會有一點點擔心 怎麼會突然會有炸彈這樣子 大家互相幫忙看 就是很可疑的人 或是在哪裡故意放 好啦 真的像炸彈的東西 我們有可能去通報一下 炸彈威脅不只乘客擔心 北捷機捷梗不敢大意 立刻動員警力 加強巡邏 從月台到車廂 廁所 連通道轉角通通不放過 本隊結合保安大隊的霹靂警力 以及刑警大隊的科徵 以及密集針對我們月台城 窗台城 加強巡邏 並且我們檢測各站內的廁所 垃圾桶等 異常列的包裂物處所 以及盤查可疑人士 警方進一步追查IP 發現幕後主持者又是他 中國籍張姓學生 早從2021年多次恐嚇台鐵高鐵 一度署名唐澤貴陽 今年1月到4月 更一再威脅要放暴獵物 光是今年就發出至少8次恐嚇信 手法都相當雷同 但IP位置都在海外 還囂張嗆警察 找不到我 請加油 雖然威脅沒真的發生過 但每當有恐嚇信 遠景就得地毯市搜索 疲於奔命 第一時間就會去轄區派出所報警 另外同時依照我們公司 車站SOP啟動巡檢機制 目前為止在車站內 並沒有發現到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豪在這次只是虛擒一場 就怕類似事件又上演 兩大捷運公司恐怕的研議辦法 別讓公共運輸安全一再受到威脅 進行為劉沛宇 陳志豪採訪報導 微可下載進行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